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于任职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局长及高雄市副市长期间, 监院白马花园屋民宿及长安文创有限公司两家盈利事业负责人, 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禁止经营商业规定,监察院今天以13比0, 全数票通过监委掌柜美、李月德提案弹劾陈金德弹劾案文指出, 陈金德于102年2月5日至103年12月24日担任高雄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于103年12月25日至105年9月11日担任高雄市副市长, 其在96年间买卖取得一间位于宜兰县武捷乡校微南路的农舍, 于100年4月11日以该农舍办理白马花园屋民宿营业登记, 截至104年5月16日始办理停业, 该民宿在停业前却有营业事实, 且陈金德个人所得亦有源自该商号之盈利所得。 此外,陈金德在101年11月5日 以其本人为负责人办理长安文创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该公司于102年2月5日至同年8月18日, 即103年8月18日至103年9月30日期间却有营业知识时, 有营业税税及资料表及营业人销售额与税额申报书。 掌柜美、李月德表示, 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第一校明定, 公务员不得经营商业, 而依公务员承介委员会实务见解, 公务员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及有无领取报酬, 均不得作为免责之论据, 亦不得主张不知违法而皆免为失职责。 监委指出, 陈金德自102年2月5日起陆续担任高雄市环保局长级高雄市副市长职务, 据公务员身份, 负有禁止经营商业之义务, 仍需兼任赏开两家营业事业负责人, 且兼职期间却有营业知识时, 为失事证明确, 因此提案弹劾。